用紐約時報兩天前的報告 跟大家分析現在美國情況如何 現在大家在研究網上看到的 就是紐約時報兩天前的報道 在圖的左手邊 紅色的部分就是每天新增的確診數字 那天的報告就增加了61萬1千多 中間那裏就是講醫院的情況 醫院現在已經有11萬6千多人 是因為新冠肺炎在醫院裏面 死亡方面當然還有些時間才會見 因為死亡數字要入醫院之後再過些時間 病情惡化才會出現 所以大約最後兩至三個星期 所以現在討論死亡數字的可能性 為時尚早 好 很多人說這個 Omicron的感染程度 需要入院的數字會小 尤其是打了疫苗的人 是 他的感染人數 從百分比來說 可能小了 不過他感染的速度 不是用百分比來計 而是用幾何級數上升 故此的幾何級數上升速度一定會比你的 線性上升的幾百分多 所以我們會期待 入院的數字 會破 以往所有紀錄 換句話說 醫療系統會受到非常大的壓力 大家記得 這幅圖的中間 那部分關於醫院 在2011年頭的時候 醫院的壓力非常非常大 現在未能達到那裏 但已經非常接近 我相信再過多一個星期時間 入院數字 就會反映 每日新增數字 會反映在入院數字 再過多一個至兩個星期 死亡 今天的 確診數字 會反映在死亡數字上 接下來有一幅圖 可以看到美國各個州 我不跟大家慢慢讀 每一個州的情況 這裡是說 每100萬人 每日的 平均新增的數字 比較嚴重的 我們看到 第一行 的 臨美美 美二 美三 一個就是RI 一個就是NJ 這兩個 州 每100萬人 每10萬人之中 每10萬人之中有391 和360 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 大家看到 全部都是 好像垂直線 下去第二行的 尾二 有一個NJ NJ 有343 每10萬人之中 再下來 有MD 是209 另外DC 華盛頓 直轄區 是280 這些都是非常大的數字 這樣增加法 一樣記住 我們遲些 他們會慢慢看到 真正的情況出現 離開 美國本島 夏威夷 Texas 和Florida 這是 最後的 三個 幾個 這樣的情況 只是看 這是醫院的情況 醫院那邊 很厲害 我沒有話要說 只是可以說 有些政府 拿人命 如 不知說什麼 形容 示好 已經 幾十萬人死亡 還仍然到處 說 中國 零確診 不行 之類 零容忍不行 之類 但是 我們記住 如果同樣事件 發生在 中國 我們要把數字 是 乘4 即是每日 200多萬人確診 就算 只有1% 我們說 每日增加 一萬人要入醫院 而 你累積 例如 整個波 用一個月 每日一萬人 一個月就30萬 在波峰 可能隨時不止 現在你未見到波峰 在美國那邊 現在還在波峰上升 遲些 會有多厲害 真是沒人知道 今天是我這裡的 星期日 所以相信現在報的數字比較少 明天的數字也完全少 但到了 未來星期三 美國每日新增確診 我估計 我估計 當然沒有人物資料 一定過100萬 一定過100萬 這是我估計 我希望我錯 最好是我錯 因為 這個我們說 不是一個數字那麼簡單 100萬是說的後面 有100萬人 是人來的 每一個都是人來的 是生命來的 這100萬人 之中 少 當作很少很少 有1%的人要入醫院 我們現在看到 我從澳洲的數字來講 我不相信是1%那麼少 我們這裡打了 8億90的疫苗 都是這麼厲害 當然 我們這裡打的是 Astra Seneca 不是 Pfizer 不是 BioNTech 所以 保護效率是低的 但我們現在說 是4%左右 如果4% 即是美國每日增加4萬人 一個月下來 增加120萬人 醫院怎麼頂 是沒有地方可以頂得上這件事 有人說 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這些 自動有一個調節機制 就是供求問題 既然那麼多需求 供應不夠 自然價格上升 利用價格上升來調整 供求問題 但這是否真的解決辦法 病 病 就是病 你不可以因為價錢貴 你就不去醫 你不去醫是會死人的 可能會死人的 命是只有一個 是沒有回頭的 但是 沒有 我們不知道 另外就是入院之中 需要有重症的部分 深切治療部 我看到數字也不太高興 平均來說 要進入深切治療部 由3點8 到9點多 拿個中間數 當是5 即是 100萬人 在醫院裏 有5萬人需要在深切治療部 只是這5萬人的醫護要求 已經在說是10萬人 因為醫護 你是分一間 8個小時 你24時看著病人 要3間才能看著病人 我們當然不是一個護士看一張床 可能是一個護士看兩張床 有些 嚴重一點的 一個護士一張床 所以拉圍來計 有 5萬人 在深切治療部 我們最少有10萬個護士 和醫生 這個代價其實是非常高的 但是 好像澳洲那樣 沒事 我們早上 早上 我們沒有封城 什麼都沒有 今天有跟我們今早 我的同學們 聊天 說到 我們這個封城 政府就是要 津貼 各種各樣的business 各種生意 要付錢他們出糧 是不是因為經濟 就有些人 去病 去死 到底 人的價值 是多少 一條命的價值是多少 我真的不知道 這些 但是似乎在我們這裏 最少在 美國和澳洲這裏 似乎人命 是不重要得 經濟 因為 操控著經濟的資本家 不會影響他們 他們自己在一個很好的bubble 和氣泡裏 所以他們沒事 死的是 勞夫大眾 需要外面工作的人 但是 現在我們看到 在美國那邊 很多人已經考慮 不再做工 不上班 起碼暫時 不上班 現在 現在大把空缺 沒有人肯上班 老實說 上班要用命來搏 現在 用命來搏 搏不過 而且 Omicron的傳染性很高 如果中國 真是惹到Omicron 中國的經濟增長 最少扣 3點幾個percent 這個我們 受不起 而用 和確診 令容忍 沒有損害到 中國的經濟 去年整年 2021年 中國有 8個percent的經濟增長 比起世界任何地方都好 為什麼 中國不需要封城 不需要這個 是有封城 一個小規模 小地方 今次在西安 叫做大型的封城 現在兩個星期左右 已經說搞定了 準備解除 當然對經濟有影響 但是 可以控制之內 在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今天說到 有沒有可能 這個病毒真的可以 消滅 很可惜 在未來一兩年 我看不到這個病毒被消滅的可能性 什麼時候會看到的消滅呢 就是當 西方國家 真是沒有辦法撐得住 再來一個什麼的變異 使得有更加 是兩個人 是感染 加上死亡 而且他們肯承認 疫苗不可以阻擋到這個病毒的傳播 他才會考慮其他辦法 其實那個辦法已經一早會有了 MPI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不需要用藥物的處理辦法 很簡單 阻止病毒的傳播 自然它就不可以再傳播了 你停止這個傳播之後 它自然就會死 很簡單 一個月時間夠了 全世界同一時間 一個月之內 全部封城 預早告訴市民 我們預備好糧食在家 一個月時間 對那些貧富大眾 可能很慘 但我們仍然 要盡可能 提供 物資的援助 給這些貧富大眾 讓他們可以捱過這個月 一個月時間 我們就可以 將這個病毒完全 毀滅 做不到現在 因為 西方國家 沒有足夠的政治勇氣 那些所謂的領袖們 沒有足夠的政治勇氣 去做這件事 中國做到 幾件事 中國在過去幾十年 在人民的心目中 立下一個非常好 可靠 而且能夠提供到 好服務給市民的政府 這是幾十年來 打下的 政治本錢 這個政治本錢 在今天 正好用來救中國 因為人民相信政府 當然 有人出來 瓜瓜吵 去年我們有 方方日記 今年可能不知道是什麽 西安日記 之類 有 好 封城永遠不是一個好事 因為 服務一定有些地方到位 有些地方不到位 這是必然的事 但是整體來說 對整個中國來說 一部分人的犧牲 可以使得整個中國人民 安全 值得 完全值得 問題是 何時 我們在西方國家 知道這件事 他們的政府有足夠勇氣 去撒行這件事 以現在人民的那種心態來說 你不強硬措施 一定做不到 不強硬措施一定做不到 我們去年麥爾本 都封城封了好幾個月 人是呱呱吵 但我們仍然是封得到的 即是說 只要你有足夠的政治勇氣 跟人民解釋清楚 一個月 我們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全世界一起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回復正常生活 我相信現在 是要一些教訓 傷不到肉 不知痛 所以 唯有等多一點時間 可能等一年 兩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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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幾年之後 發覺 真是沒辦法 這樣 希望 希望 有一個有政治勇氣的 西方領導出來 跟大家說 我們不行了 這樣搞下去 全球經濟會死 我們一起 在某個月 預早說定 定了一個月 我們全球所有國家 一起封城 然後 有疫情的地方 我們集中力量去幫助 解決 他們的疫情問題 一次過搞定整件事 如果不是的話 你在一些地方 繼續 這樣傳播 繼續變異 很難保下一個 是出了什麼 現在 這個Omicron 已經四十幾個變異位置 現在有一個 Ihu Ihu 又是四十幾個變異位置 當然 變異位置 可以使得 病毒弱了 亦可以使得病毒弱了 好像今次這個Omicron 傳播力強了 沒有證據證明 他的感染力低了 或者他的死亡率低了 就算人們打了疫苗 一樣照傳染 這就證明了傳染力更加強盛 去一些沒有疫苗的地方 這個傳染會更加厲害 這是 沒完滅了 唯一的方法是 真的要 全球 減一個月 全球 封城 飛機全部停飛 一起搞定 因為 病毒傳播是用 幾何級數傳播 就算它感染率是用 百分比來比 小了也好 幾何級數一上升 沒得談 現在的問題是看這次 美國 有幾傷 可能一月份才會看到 頂峰 去到頂峰之後 可能是 2月中 看到他們的死亡數字 去到頂峰 然後慢慢下降 搞得來 三月幾 中間死多少人 天下降 天下降 我只希望 人類命運共同底 自然死亡越少越好 但這會不會是一個 一廂情願 而 沒有 證據支撐 不會實現的希望 我當然不想這樣 但很可惜 我懷疑 真的會這樣